首先我们先来去做那个进口的量测计 进口量测计 所以在这个地方先点量测计 我觉得大概做到这边就可以了 量测计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量测计它有四个值 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目标值 它有四个值 最小值在这里 最大值在这里 目标值在这里 目标值 可是我会希望我们先去了解 就是通常我们统计到底在做什么事 好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去看这一张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说那个如果以各月来去分析 没有疫情是我们的一个基准 没有疫情是我们的基准 可以吗 我们一定是这样比 请问一下 我们要去算那个差异 对不对 既然你要去算差异 你就要有控制 来去做对比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讲说 进出口在疫情期间 跟有疫情跟没疫情是有差异 我们要讲这件事 所以你的倘错就变成是没有疫情 合力吧 对不对 那另外有一点要真的请你们稍微知道 就是全球疫情爆发 台湾的进口 台湾的进口 其实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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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大的变化 对吧 可以吗 你要是说这之间有很大变化 这我接受 这这叫成长 对不对 因为从0.2个10亿就是20个百万 这边已经到了30个百万了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成长 可是你看这两个之间 它没有什么成长 好 就是2019跟2020 这边是没有什么成长的 这边没有很大成长 可是我们要来去看一下 它的成长是在这个时候有成长 2021年的1月到4月 它是有成长的 然后5月开始到10月 这边只有10个月 这边我只会给它10个月的资料 你看它就已经超过前面这一个一整年 而且还有早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我们的这个最小值会以 会以这一个就是没有疫情的平均值来当作是一个计算依据 可以理解 这个所有大家都是这样子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好 那请问你 目标值要是有多少 你觉得因为我要做一个监测 我希望它超过50% 我就要达到一个可以被监视出来的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监测 对刚刚这个值是多少顺便讲一下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全球疫情 它是已经达到最高达到40个百万 我知道就是说可能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有一派的说法可能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我已经知道整个就是全球疫情期间它的表现方式 因为我们是研究有分 就是你是现在受爱还是你是用那个后面 已知前面的这些事情来去做研究分析 可是我现在目的是为了达到监测 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以以知现在现在的人力来去部署 我的假设进口的贸易额超过原有没有疫情期间的20% 当做是我一个预警的参考 或者是50%来当做是一个参考 因为你不可能现在如果是现在我就会说 假设我以300万30个百万来当做是一个参考 但是你要去思考是说 当我今天更早的时间在画这张图的时候 我应该在也许它到25个百万 我就要有一个预警出来了 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希望你们这边大概知道目标 我设成25个百万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设到最大值就是30个百万 好那我现在就要去写几个值进去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进口值 今年进口值有看到吗 进口值的最小值是不是20个百万 我已经写好了 进口值你点一下这个进口值的 mini 是不是20个百万 好 来麻烦请点监测2 的这个量测计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的最小值设定为进口值的min in 所以这边就是20个百万 请问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要放那个最大值 我这边设的是30个百万 30个百万在这里 最大值放到 进口值的最大值 对不起 我后来又改了 改成那个20个百万跟30个百万跟40个百万 所以还有一个是目标值请放到目标值 可以吗 请问看得懂吗 这边目标值它会特意画出一条线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请问我师傅还剩下一个值 值就是各月的那个进口值 简单说就是值了 值就把它搬进去做了 好 来签吧 值 那你一定会说现在这个值是代表三十一 对不对 可是我们等